学校以此帮学生书包减重的机会 他能建议让学生把拉杆书包换了 在冬天把保温杯换成塑料杯 这个拉杆书包一换了之后 你的书包马上就会清下来 换一个塑料的水杯 然后里面不用装水 我们回来学校再装 小朋友的书包基本上都赶着1到2公斤左右的重量 此事一出迅速引起广泛热议 好好好 老师你猜我家子涵 为什么要用拉杆书包 为什么冬天要用保温杯 对此网友也评价道 高情商减负减了一两公斤 低情商把孩子水到了 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减负 谁说书包减重一定要减书 闲重的话你还可以空腹 这里引用佳琪老师的治理名言 有时候多找找自己的原因 书包哪里重了不要乱说 这么多年一直都是这个重量 学校很难的 真是领导看了很满意 小孩哥看了 对此五星上将迈克阿瑟评价道 我原以为提议把冰山运到阿拉扇的卧龙凤厨处够聪明了 没想到还有人比他们更聪明 这究竟是谁的补降 我原以为提议把冰山运到阿拉扇的卧龙凤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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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处